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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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个案例是科技业 我们用科技业 员工的薪资、工作态度、工作满意度 上礼拜在看的过程中 我们把你们的资料 通通汇整了 汇整变成什么 每一个同学你的档案 我都把它汇整以后 如果说你们一组五六个人 每一个人想好以后 汇整完以后 我把它变成 就是你们当时的一个初稿 然后我把每一个 我花了很多时间 把你们的题目 一个一个汇整起来 汇整到什么呢 比如说基本资料 我汇整成为 你们原来的题目 把你们整理了 比如说 每一个同学在人口变数里面 基本变数呢 我把每一个人所写的东西 所写 比如说两组 在科技类别写的这些 然后呢公司资金写的这些 比如说公司资金里面 你看喔 一千万以下 二十万以下 二十到一百 这种不同的一个数据喔 我帮你们汇整变成这样子 变成怎样呢 你看 资金 必须要很清楚的描述 看一下喔 我把第一题叫做 请问上班的公司类别 公司类别 归属是什么 电脑 软体 密能 电路板 通讯跟面板液 这个怎么来的 是你们写的 你们写完以后呢 我把它统整以后 我觉得 本来要时间讨论 但是 没有办法那么多时间讨论 你们不用抄喔 这个等一下 我已经印好了 第二个呢 上班的公司资本额 以目前台湾的状况 我们大概是五百万含以下 为什么要含呢 假设五百 然后呢 五百零一 我们没有写含的话呢 五百以下就是 四百九十九以下 含就表示说五百以下 五百零一到一千 一千零一到五千 五千零一到一亿 一亿 就不含喔 不含一 因为一亿在前面了嘛 我故意这样写啦 好 一亿 不含一亿 一亿零一亿 一亿一千万以上呢 到十亿 十亿到一百亿 一百亿以上 通常我们公司的登记 不会用十万零五百 不会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嘛 一定是整数 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把它列出来 第三个 如果说上市 上市上柜有一个好处 因为上市公司跟非上市公司 你可以做一个比较 那这个叫规划中 是上市 不是上市 或者规划中 已经在做 已经在规划要上市的 那另外一个是 上班的公司员工总数 五十人含以下 五十人以下 五人就是一个公司 五人就是一个公司 五十人含以下 五十一到两百 二百 二百零一到一千 一千零一到一万 一万人以上 一万人以上 那一万人以上呢 其实这应该是不含一万的 好 那上面呢 这些 请问您上班公司的性质是什么 前面第一个是类别的归属 第二个是性质 这两个不一样 好 有谁可以回答我 这个资料有没有地方可以查 有没有谁知道说 好 赞成说这些资料一定可以查的 许首 这资料是一定可以查的 包括类别 包括比如说科技类 我们现在主题是科技类 你看这个主题 主题是科技类 主题是科技业的员工 所以你必须要上网 网页上面呢 经济部有一个 经济部网页里面呢 有把科技类归属 哪一些归到科技类的 它归在上面 那个才是我们要查的对象 好 这是科技业 所以我们这个基本资料 其实是可以查的 可以去对的 包括基本资本额的分类 上班公司 它的大小型中型的公司 大概规模是如何 我们可以查 可以查 然后再把它列出来 做专题制作 是一个基础 是一个基础 那真正你要去用的话 将来你们在公司 或者说你要在高一层做研究所 念就读研究所的话 那就是研究了 所以这些资料都必须什么 要有根据的 要有依据的 要有依据的 包括连不只是我们上一次 从第一次上课 一直开始要你们去上网查资料 图书馆查资料 我们也回去那个 气管系的901在那边查资料 为什么要查资料 为什么要文献分析 因为我们所有的资料 必须是客观的 必须客观的 有意义的 如果不是客观的 非意义的 那他就没有必要去做研究了 我举个例子说 昨天是我们你们的学长姐 学长姐要缴交专业 专题制作的报告 最后一天期限 然后呢我负责两组 一组同学呢交了 交了以后呢 我检查稍微有点点小问题 马上改 那另外一组呢 是到下午三点多了 才找我说他已经弄好了 给我看 我看了结果呢 我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前面都不错 都有按照这个 从这个文献分析 然后慢慢慢慢的把整个 制造这个 问卷设计 问卷去收集等等 都有这样做 可是最后呢 连结论也都有按照规矩 把问卷分析的结果 一个一个把它写成结论 最后建议的时候呢 居然是 一个同学 写了一段话 一大篇的文章 写好了 我看 我说不对 这个如果这样写的话 是你的感想 那不要做研究啦 干嘛做研究 建议也是要依据你的结论 一条一条 假设你结论是说 好 科技业 科技业的薪资 科技业的员工 对薪资的满意度呢 这是结论 那建议呢 如果说 好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 科技业的员工 对这个工作满意度呢 跟他的薪资结构有关联性 这是结论 那你不能 从头到尾 你都是随便自己写 不是的 你要针对 刚刚讲 科技业员工 对他的薪资的满意度不高 好 满意度不高 那你要做建议啊 针对满意不高 不高做建议 譬如说 建议科技业的公司呢 重新检讨 他的薪资结构 这才是建议嘛 第二个 你说 科技业的薪资会影响到 薪资的结构影响到 他的工作满意度 那跟前面那个建议是一样哦 那你可以这样提 为了提升科技业员工的满意度 建议科技业针对他的薪资结构 做一个研议 做一个调整 这就是建议啦 建议是有凭据的哦 有依据的 这就是所谓的客观资料的一个处理 好 那第一个基本资料 我刚刚跟你们讲了几个重点哦 第一个重点就是 你必须要去真正去从相关的资讯 包括经济部 内政部啊 各个 譬如说 其他的相关的工业局的调查 去看他们怎么分类的 第二个呢 你要必须要知道 当你在这个 每一个每一个项目的分别之中 分类中 这个分类 譬如说这个分类 往下这个分类 为什么要加韩 为什么要加一个韩字 然后呢 每一项每一项之间呢 不能重叠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韩字 假设你没有加这个字 你看哦 你没有加这个字的时候 他得到结果是什么 然后呢 这边又是写 假设这是这样子写法 那就有一个问题咯 他填第一项跟填第二项 可能是 有的人同样的公司 他填在第一 有的公司呢 同样的公司 他填在第二 他没有区隔了 如果说 你在这里写不含 在这个地方写 500万不含 那就可以区隔了嘛 不含500万 500万以下499万 他就会放在第一栏 然后500以上 他就放在第二栏 这是区隔的部分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这是上礼拜 我们在谈的时候 我没有一个一个 跟同学们说明 但是现在呢 我把它处理好给你了 好 第二个呢 这是我们基本资料 有两种 摆的位置有两种 刚刚呢 我们说 基本资料的撰写 基本资料呢 基本资料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它当做什么 当做叫做人口变相 刚刚提了几个问题在 要有区隔性 然后呢 必须要有依据 它的分类 应有依据 那必须要怎样 跟我们的 跟我们的文献分析一样 你要去探讨 你要去查资料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分类应该怎样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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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项应区隔 区隔 至于说你要多细 比如说 刚刚一讲 資本額有7個很多 你要擔心說7個很多 還是說這樣太多我把它弄少而已 上班公司的資本額1到7個 還是你要規劃成6個還是5個 4個跟7個有什麼差別 多比較好還是少比較好 多比較好 贊成多比較好的洗手 認為不用太多少就可以了 好放下 統計的時候真正在運用的時候 少比較好 但是如果說你要去調查資料的時候 系項會比較好 我舉個例子 我如果說我們中華科技大學 18個系 4個學院 假設你說你就讀的 就讀的系所 如果你的選項是 學院 譬如說公學院 然後商學院 再來健康學院 再來是航空學院 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但是呢 如果你另外一種做法是 從第一個機械系 然後呢 電子系 一直下來 總共18個系 如果你勾選的時候呢 有兩個情形 有些人他只知道他是系 如果心聲 他說你勾的時候 我是勾電子系 然後他寫 是工學院 商學院 健康學院 航空學院 他可能說我要查一下 勾不出來 那當然啦 如果說我現在是勾了這個系 我在統計上面 很細像喔 18個項目 18個項目 很細 那我勾出來以後 我在統計上 我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自動把它分類 只要你是勾在 這幾個裡面的 我們通通是工學院 我可以自動變成工學院 如果你是勾成工學院 好 假設我要知道 工學院勾好啦 我想我要知道工學院底下 到底哪一個系 有問題 有狀況 我查不出資料了 因為太粗了 這個資料已經 裡面沒有了 我如果細像呢 我在調查的時候 用細像 我可以加種 我可以併 併在一起 可以加種 所以我們原則上喔 我們在調查的時候 人口資料比較細 會比較好 所以現在雖有七個 五百萬以下 到一百億以上 我勾選完以後呢 我可以先做一個次數分配 分配出來以後呢 我把 五百萬以下到 五百到一千萬 這兩個 併成一個 叫做一千萬以下 那資料可以併的 可以整併的 但是如果一千萬以下發現 假設我發現說 第二欄 第一欄 的人數是三百個 第一欄五十個 後面呢 一千到五百 五千呢 兩三個 然後五千到一億呢 大概是十個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在統計上面 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可以把前面的 五百以下的 跟五百到一千的併在一起 變成六十個左右 後面呢一千萬以上的話 併起來六十個左右 我就可以變成 雖然是七個項目 但實際上收回來以後 我用三個做統計 三個做分析 這樣知道吧 所以呢 答案是 多比較好 細項比較好 細項會比較好 當然也不能太多 所以我說你要去怎麼樣 要去查應該有依據 你可以查網頁去查 包括經濟部的資料 內政部的資料 工業局的資料 等等 都可以找到這種分類 好 這是有關我們這個 第一個 人口變相 上禮拜沒有談的部分 接下來呢 一個問卷很重要的 很重要 一個問卷呢 我們稱它要有什麼 要有引導語 要有引導語 引導語就是 我要說一句一段話 告訴人家要做些什麼 我幫你們寫了一個引導語 我幫你們寫了一個引導語 引導語呢 請各位同學看一下 你們的課本 你們的課本裡面 你們的課本裡面呢 你們的課本裡面呢 在275頁 它叫做問卷說明 它叫問卷說明 我們叫做引導語 引導語呢 你看喔 我這樣寫喔 敬愛的先生小姐 您好 這是一份有關科技業員工的 薪資工作態度工作滿意度的關係 的問卷 你所填的資料不必據明 資料的純粹呢 是提供學術研究之用 絕不對外公開 您的意見 對本研究非常重要 請您協助填答 感謝 然後呢 敬助身體健康 合家平安 然後什麼什麼人 然後研究生是誰 或者我們的同學名字 通通把它列上去 這叫引導語 引導語在你們課本275頁 裡面總共有9點 你看看喔 有9個 第一個說 你這裡面要有發送這個問卷的單位的人 或者單位名稱 將來你們有普查 普查是內政部的 所以他會講內政部 那今天我們這個研究 假設是我們中華科大 我們就是中華科大 把它寫出來 假設你們是一間研究所 中華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把所的名稱把它寫出來 人家會知道說 到底是研究所哪一個研究所 第二個呢 說 以兩三句話來說 主要的研究目的 甚至於說 一句話就可以了 這裡面有沒有看到研究目的 看得到嗎 有吧 第二行說 看這三件事情 對它的 什麼 對它的 之間的關係 或者它的影響 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我們的目的 是不是 目的 好 第三個 解釋研究的相關問題 解釋研究相關問題 通常可審列 可審列 如果說 假設今天我們的題目 假設今天題目呢 如果這個是 薪資工作態度工作滿意度 很容易就看懂了 對不對 沒有什麼問題嘛 一看就懂了嘛 假設說 今天有一個主題 我舉個例子 假設說 科技大學的 商館學院的學生 奈米 奈米 奈米知識 或者奈米叫做認知 的一個影響因素 或者什麼什麼之研究 那問題就出來了 我們要收集資料 這個資料 你要讓人家知道 我要的東西是什麼 我講奈米認知 你是不是想奈米認知 跟我想有沒有一樣 有落差的喔 我們這個不需要解釋嘛 不一定要解釋 因為一看就知道 科技業誰不知道 有誰不知道科技業 心知 沒有人不知道 工作態度 沒有人不知道 工作滿意度 沒有人不知道 這裡面很簡單的名詞 不需要解釋 如果你的題目是 奈米認知 奈米認知到底是什麼 你知道奈米認知是什麼 他不清楚 可是他知道跟我知道 有落差耶 我再舉一個例子 假設我們現在題目叫做 假設 假設叫做POSE系統 POSE系統 在運用上的缺失 或者運用 如何規劃友善的POSE系統 這POSE系統 有些人 大部分商業管理的學生 都知道POSE系統 可是POSE系統 有新有舊 有功能性 都不一樣 那這個時候 你可能要解釋 尤其POSE系統 有幾代幾代喔 好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叫做 叫做這個 相關 解釋相關的研究的問題 好 再來 介紹指導語 介紹指導語 指導語在這裡 其實這個指導語 可以分散的 你看這裡叫指導語 請依實際的 請依您實際的 請依您實際的 請依您實際的情形在什麼什麼打勾 或者說你在最前面還寫說 本問卷共有幾個部分 包括基本資料 包括薪資 包括工作態度 包括工作滿意度 像這個也是叫做 來 往下 好 這裡 我已經幫你們寫好了 請依您現在實際在工作上 工作滿意度的感受情形 在個體的右方所呈現的同意度 這右方呈現的同意度 同意程度 五到一 適切的位置 打勾 那我必須要說明 五非常滿意 四叫做非常同意 四叫同意 三叫沒有意見 二叫不滿意 一叫非常不滿意 這種呢 我們也可以稱它為 第五項叫做介紹指導語 再來呢 我們再回頭來看 所以這一套指導語這裡也有了 只是我沒有放在最前面這個指引導 這裡面 但是你必須要有 接下來 再看 強調參與此研究皆為志願性 或受訪者不願意回答 他們如果他不回答 他可以說不 我就沒寫了 如果寫的話呢 當然是比較好 你也可以不寫 不過我們是這樣寫的 我這裡寫說 所填的資料不必具名 不必具名 資料純粹提供學術研究之用 絕不對外公開 這樣子寫 如果你寫說 你可以依您的志願要不要填答 如果說這樣寫的話呢 不是不行 當然是 如果這樣寫是最好 那這樣寫可能就收不到文卷了 你說啊 既然這樣 我算了 我不要去寫好了 這是技巧 這是一個技巧 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保證受訪者所提供的資料 絕對匿名保密 這有寫吧 特別寫上去的 還有呢 受訪者聯絡電話 跟有任何問題可以詢問 我這裡沒寫 沒寫 當然你也可以寫 你在寫在哪裡呢 在中華科技大學指導教授什麼什麼之下 你就寫聯絡人是誰 你可以把電話聯絡姓名寫上去 還有呢 提供問卷回郵地址 如果說 如果說 你是要用問卷 用郵寫的 當然 你要給人家信封喔 信封 而且你要填好地址 人家到底誰幫你寫啊 回郵信封 每一個人都知道 像你們在報名啊 或者在考試都有一個回郵信封 都要填好 再來呢 感謝受訪者對這個報告的參與 這有一個謝謝詞 目前還有一個 這本書沒有寫出來的 很多研究 很多這個專題製作呢 或者研究 他會在問卷的最底下 最底下呢 寫說 如果 或者寫在上面 這一個引導作用 如果您對這個研究呢 有興趣 如果需要我們的研究報告 請將你的E-mail留下 或者聯絡方式留下 我們將寄一份研究報告給你 如果這樣子的話 他願意他就填了 像我常常會填 為什麼呢 我覺得 人家的研究報告 寫好 既然是給我們做問卷 我甚至於會把問卷的一些相關意見 我會寫給他 然後呢 希望他做好 他也給我一份參考 我就可以知道 人家做的到底是怎麼樣 這是 指導語 課本上面有這些指導語 你可以參考看看 指導語 好 到這裡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呢 我們再往下看 我幫你們做好的東西 第一個 工作滿意度 工作滿意度呢 工作滿意的看法 我說這裡面呢 我把你們的題目 通通做一個統整 這是上禮拜我們統整過了 有主顧關係 上禮拜再提 這是引導語 這是基本資料 再來提項 問卷的提項 上禮拜說有幾個要注意的事項 要幾個注意的事項 譬如說一個題目我先提出來好了 假設說 假設說題目解說 您認為你的主管 很 很慷慨 而且呢 組織力很強 這個題目好不好 不好 在哪 那你回答我 你會填 12345 非常強 假設你想像中 你有一個主管 54321 5是非常同意 1是非常不同意 你認為你的主管 很慷慨 而且呢 組織力很強 你會填多少 隨便想一個心目中 3 沒有意見 好 那個 黃之浩 題目清楚了 剛剛念的題目 那你會填多少 12345 你會填多少 4 好 那 3的 無意見的 是 針對 慷慨無意見呢 還是針對 組織力很強 無意見 組織 所以慷慨呢 不在裡面 那你4的人呢 兩個都是很好 兩個都同意 還是說其中會有一個不同意 好 好 這就是我們上禮拜特別講 一個題目怎麼樣 一題 不得兩問 不得多問 其中只能針對一個東西來講 所以你這個要拆兩題嘛 如果兩個都很重要的話呢 兩題你要拆開嘛 一個專門問他慷慨的情形 一個要專門問他 組織能力強的問題嘛 好 另外呢 假設 這是第一個 另外還有一個什麼 記不記得 我上禮拜談了還有什麼 有沒有印象 假設好 你看這一題 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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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題 我對現在自己的公司 我了解我自己在公司的重要性 我對現在的工作職位滿意 然後呢 我對我的工作很具熱忱 我的工作受人尊重 我的親戚朋友對我的工作感到驕傲 這是社會地位 那 我可以加一題 我的社會地位很高 我的社會地位很 或者說 我對我的社會地位滿意 我加一題 我對我的社會地位滿意 那 這個意思 同樣一題 這一題呢 題目好不好 題目呢 題項呢 不宜 涵蓋 或者這個涵 涵蓋什麼呢 涵蓋因素或者 或者叫提幹 不能涵蓋它 其他假設我一問說 我對我的社會地位滿意 那十、十一、十二、十三 根本不用問啦 社會地位嘛 對不對 可是還有一個喔 還有一個問題喔 不只這樣子而已喔 延伸一個 我對我的社會地位滿意 你的滿意程度跟我滿意程度不同 我怎麼知道你社會地位是高是低 這樣懂嗎 我很滿意啊 假設我們職業不分貴賤 絕對的 我到現在已經56歲了 我一向都認為職業不分貴賤 我一回到家裡 我父母親以前在做那個外匯 外匯知道嗎 外匯就是人家要辦桌 然後就到他們家去幫他煮啊 煮完以後排桌子啊 端菜啊 我已經是在大學教書了 我還是回去 那時候雖然不是正式大學 我是正式等於監課的老師 我回去家裡幫我媽媽的忙 我一樣跑堂啊 我一樣是要去端菜啊 一樣要去挑菜洗碗啊 排桌子啊 我一個人要負責50張桌的桌面桌椅 還有桌子的那個椅子的安排 還要自己開車再去搬 這樣做 然後做完以後端菜啊 端菜的時候我們同時認識的 我們在鄉下都會認識 你都當老師當教授 你端菜不好啦 不好意思 我說不會啊 我現在不是老師欸 我現在是跑堂 我的工作現在是跑堂 我現在把跑堂這間公司做好 職業不分歸見 我先聲明 好 我再說一件事 假設今天我是一個salesman 我在做我的業務 業務有業務的社會地位 如果你問他說 你滿意你的社 你對你的社會地位滿意 或者你感覺社會地位很不錯 你說好你的感覺 但他的職業呢 他的職業是 那個業務員嘛 那另外一個人 他的職業可能不是業務員 可能是經理 可能是經理 那如果說另外一個人呢 可能不是經理 可能是老師 他們嫌出來的我的社會地位的滿意度 自己對自己的滿意 是他對他的感受 你沒辦法去了解 他真正是不是社會地位如何 如果你透過我幾個問題 我對我工作的滿意度 我對我的是不是熱誠度 我對我人家對我的工作的尊重度 然後呢 我的工作人家是不是覺得 我覺得我很驕傲 這種才會整合起來的 得到一個平均數才叫做社會地位 這樣懂意思了嗎 所以呢 題目不能包含 一定要分幾題 我記得那個 上禮拜林思妍有特別回答我說 他很記得三到五題 為什麼三到五題 原因就在這裡嘛 我們可以把幾題加總 變成一個真正代表意義的東西 記得吧 另外呢 我還提過 句子要怎麼樣 要完整 簡潔而且要肯定 不要模擬兩可 簡潔肯定 不要模擬兩可 那我就說囉 其實 其實喔 其實你要設計問卷的時候 這是一個希望的一個條件 我把它希望你達到一個簡潔肯定 那你可以不可以用否定句 問卷可不可以用否定句 可以的舉手 問卷你在問的時候 可以不可以用否定句 可以的舉手 不可以的舉手 是有一些道理 不過呢 我是這麼說 通常呢 百分之九十、九十五都用肯定 但是百分之五你可以把它 甚至百...應該說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一百 都是肯定比較多 那為什麼說百分之九十五呢 另外百分之五有可能用否定 否定的目的在哪 有誰知道用否定有什麼目的 很重要喔 告訴你們喔 我給你們答案喔 如果你是否定 而且同樣一題 提議做否定 如果同一題 其中的一題 其中有一題 我在別的地方出現 用否定出現 它叫什麼 它叫做偵錯 偵查、偵錯 偵錯題 我舉例喔 好像知道答四嘛 很慷慨他答四嘛 結果後面呢 突然出來一題喔 答了三五題 七八題以後呢 突然又出了一題 你的主管不慷慨 不很慷慨 或者不慷慨 用這種語音寫出來 那如果他還答四的話 代表什麼 亂填嘛 如果他答二呢 表示他真的用心在填嘛 所以我可以把 假設剛剛那個第三題 第三題叫做 我的主管很慷慨 他答四嘛 同意嘛 然後到了第十八題呢 他突然間又出了一個 您對你的主管慷慨 你覺得你主管不慷慨 很不慷慨 或者用別的字 相近的字 結果他還是答四 那我可以告訴你 你在統計的時候怎麼做呢 如果第三題跟第四題 第三題跟第十八題 他的答案是相反的 才是可統計的 他答案如果是相同的 譬如說答案是相同的 一致的 那就那個題是廢券 他亂打嘛 他根本沒有看嘛 隨便填 隨便玩嘛 這樣懂意思嗎 我不是說你隨便填 我是舉例 這種呢 就是肯定跟否定的一種用法 肯定的用法 跟否定的用法 上禮拜還講到一個 當然啦 最後是一個什麼呢 內容效度 要注意到什麼呢 注意內容效度 也就是說還有表面效度 這為什麼叫做內容效度 在表面效度呢 我上禮拜沒有特別講這個部分 有談啦 我是說一定要一致性啊等等 主要是什麼呢 你那個題目一看 人家看得懂 如果你問的對象是 是一般的民眾 你不要用太深色的詞 你不要用一些 譬如說你的對象是 大概是中年或像我這種年紀的人 你不要用你們常用的字寫出來 你們常用的字有時候我們聽不懂 我們不知道它的意思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會有什麼常用的字 以前什麼機車啦 那個很早了 那個十年前 十年前我聽到機車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機車 所以用詞要對象要合 你不是那個對象 你用那個字 你根本人家看不懂 亂填嘛 好 到現在為止呢 我已經把整個問卷呢 稍微跟你們做一個介紹 怎麼樣去規劃 這裡面等一下我發給你們看 就知道了 上禮拜我也已經給你們了 給你們你們自己寫的 你可以對看看 對看看你寫的那一部分 跟我幫你整理後的這個部分呢 有什麼差別 而且呢 我其中會有一兩題是故意寫的比較差 怎麼用呢 我會在我們統計 這個禮拜可以來不及啦 下禮拜呢 我做統計的時候你就發現 原來這個題目不好 統計都幫你找出來了 我教你如何統計 好 先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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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